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它应该要子宫宫体呢要从盆腔里面要出来 因为早晕期间的时候呢子宫是埋在我们那个盆腔里面的 那么它要从盆腔里面出来 那么我才能穿刺呢 因为它如果女性骨盆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骨盆呢它是有一定容积的 那么在早晕期间的时候呢 这个子宫呢是在骨盆的中间 那么当超过了六五月的时候 四个月的时候呢 不是 长到一个骨盆外面来了 我就能在肚子上就能摸得到了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是用一根 长长的根针穿过腐壁 穿过腐膜 到了腐腔 然后再进入了 穿过弓壁 然后到了阳膜腔里边 那么我们把药打到阳膜腔里边 然后造成了孩子死亡 然后造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化学的改变 那么孩子死亡以后它会有一些组织裂解 裂解以后呢 这些组织它就会产生非细菌性炎症 那么它就会刺激子宫产生前例腺素 因为它会有一些白细胞 那么白细胞也会裂解物 然后它就会吸收了以后 它就会刺激子宫 然后子宫就会产生内原性前例腺素 实际上它是仿逆的一个自然过程 比方说在自然的状况下 早期的时候 胚胎死亡它可以自己就流出来了 那么到了任何一个时候 那么胎儿在肚子里死亡以后 它就会由于这些换死的组织 然后呢产生了组织的崩解 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物质 那么它就会让这些物质让体内吸收以后 它就人为的产生公缩了 它就有一个自然排斥的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我们任何一种方法 除了这个负压吸引的是 我人为的把它给弄出来 那么其他比方说任何一个药物的流产 包括你看我们雷川树也叫药物流产 它实际上都是要引起公缩 然后把这个公腔里边的东西把它排出来 所以我们说你这个月份越大 它的这个流产过程就越有点像足月 那它的风险呢就跟足月所要面临的风险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呢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那么你应该是在你早期发现认诊了 你就应该及时的来医院就诊 然后呢你希望能够终止它 那么早阴期间的终止的这些手术呢 它的风险会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不是没有风险 我只是说是相对的 我们所有事情实际上是相对的 它相对风险会要小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要说的这个 银产的问题可能更多的 我们现在啊 现在都是因为我们产前诊断发现了问题了 比方说胎儿有问题啊 还有呢就是妈妈在认诊期间呢 她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个认诊 比方说她有原发的疾病 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胚胎 我们说因为胚胎呢是有一半是来自于南方 那么它实际上相当于抗原一样的 那么在母亲体内会反生引起一些反应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认高症啊 什么糖尿病啊等等这些 都是由于这个外源性的这种抗原造成的 那么有些人在早期我就不断流产 我就不让你在我体内待住 实际上我们认诊期间是一个什么 就是免疫不识别了 就是我对外源性这些东西我不识别了 那么在这个呢就是说母亲因为产前诊断 她这认诊走不下去了 可能是胎儿的问题 可能是自身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呢会要做中期人产 现在中期人产少得多了 风险太大了 我们现在在讲PSA 我们就说讲流产后服务 我们在讲病运节育之事的这个服务 希望大家呢不要去去尝试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中者认诊过程中 实际上是有风险 因为对于女性 那么认诊对她来说是一个特有的一件事情 那么除外其他的肿瘤的问题啊 什么血脂的问题 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啊等等 这都是没有性别差异的 那么只有认诊的问题是女性 她特有要面对的一个风险 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她叫非疾病性的风险因素 是女性的风险因素